哈囉大家好我是阿琪 我們今天要來開箱NEW FIM寄來的這箱新公關品 在裡面的空間被嚴重壓縮 這裡面的東西有在我們的常態賣場 不過他們其實是沒有辦法控制我要講什麼啦 因為我馬上就要來吐槽一下 大家看這個高度 這個寬度 這個厚度 會覺得完全就是V桶嗎 這是放什麼呢 據說可以拿來放一些韓式醬料 但你不覺得醬料就應該要放在更扁的東西裡面嗎 但是它這個系列的其他東西是真的很可愛 就像它這個大小的 它可以像這樣疊起來 色曬不錯啊 有正常的保鮮盒的大小 這個尺寸的 CUTE 跟大的有什麼不一樣 差很多吧 很可愛耶 又是鼻桶 哈哈哈 鼻桶真的我不明白耶 可是其實我覺得這組很好看 微微的樸素的質感 但是顏色很好看 疊起來是看起來就比較心晃神異一點 它不只可以疊起來 還可以像這樣放在一起 節省收納空間 而且它的質感是那種 非常沉穩的陶瓷 這種在美國通常叫Stonewear 因為高溫斷燒過 耐的溫度比較廣 其實我覺得這東西是 我昨天不是做了茶碗針給你吃嗎 我們之前分享過一個影片嘛 做茶碗針的訣竅 就是你要有一個夠厚的陶碗 然後你上面一定要蓋蓋子 這樣可以讓它整體的溫度變化變得比較慢 所以茶碗針蒸出來一定會是很滑嫩的針蛋 即使你沒有過濾過也是 所以我覺得這根乾很適合拿來做酥皮濃湯對吧 結果有點失敗 哈哈哈哈 因為美國的酥皮是薄的 美國沒有像台灣那種一整片的 所以它中間有點凹進去 Neoflame這一套呢 真的是很棒的餐具 因為它可以進冷凍庫 可以進烤箱 可以清氣炸鍋 可以微薄 然後還有一個蓋子 所以我覺得是非常非常優秀的餐具 不過如果你要把它拿來當作那種 帶便當去公司的保鮮盒 可能就沒有那麼好 因為它的那個矽膠蓋 其實沒有到非常的防漏 接下來讓我們進入真正的廣告時間 我們出周邊商品了 哈哈好丟臉 大家有沒有吃飯 不知道誰該洗碗的困擾呢 至少我是沒有啦 不過呢 如果你有吃飯 不知道誰該洗碗的困擾的話 我們做的這個 怎麼樣 是不是很可愛 特別像是這一隻 它從飯裡面露出來的時候 真的看起來超厭世的 我覺得我的心清洗澡 這一組呢是熱桃桃做的 是質感非常好的淘氣 然後也可以進電鍋 它也可以進烤箱啦 但我沒有非常的建議 因為廠商是建議說放在烤箱裡面 你只能夠大概十分鐘 不能夠長期的放在烤箱裡面烘烤 而且呢 它也不能夠進洗碗機 因為進洗碗機的話 這個圖案比較容易吞色 如果你一開始就把飯裝在這個裡面 吃完的時候 如果你拿到這個 你就不用洗碗 如果你拿到知道了 就要去洗碗喔 我們家呢 因為我都是負責裝飯的人 所以常見人一定會拿到這個 難怪啊 我就想說怎麼會五次都是知道了 所以負責做飯的人可以抽作筆 是不是更棒了各位 好那我們先到這邊吧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